和树叶差不多大的小鸟连长得像迷你版大熊猫 居然是和老鹰一样的猛禽 2022年7月9日 在云南银江县城洪崩河流域的树梢上 出现了12只小熔球 它们排列整齐正在享受着暖暖的日光浴 有的张大嘴打着哈欠 有的互相梳理着身上的羽毛 有的干脆就放空 呆呆地看着远处 这12只小熔球让鸟类专家非常兴奋 因为它们不仅是和大熊猫一样珍惜的动物 还是全世界最小的猛禽 虽然小 但是真的很猛 这里是万物零 欢迎关注熊探长 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要说鸟界的时尚达人 红腿小笋敢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它像个摇滚歌手一样 常年穿着一条时尚的棕色喇叭裤 样子十分显眼 而红腿小笋的名号也因此得来 红腿小笋是一种非常稀少的鸟类 它是笋客小笋鼠的成员 主要生活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一小小地方 包括中国云南 也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 它们喜欢栖息在低海拔地区 茂密的热带雨林里 在中国 只有在云南省德洪州银江县 才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红腿小笋长着圆圆的脑袋 头和背部披着黑色的羽毛 一双呆萌的熊猫眼 下挂着两拓白色的小绒毛 胖短的脖子 带着一块棕色围巾 再加上圆滚滚的白肚皮 看上去十分可爱 红腿小笋身长只有15到18厘米 重30到50克 就像一只麻雀那么大 虽然它的体型娇小 但却是名副其实的猛琴 红腿小笋是白天活动的鸟类 通常一对或一群在一起 它们经常站在高高的树枝上 或者在空中飞来飞去找食物 它们的食物不仅有各种昆虫 还能捕吃一些小型爬型动物 两栖动物和鸟类 比如蜥蜴 青蛙 其他小鸟等等 红腿小笋在每年4到6月之间 交配生育 会找一个啄木鸟 或其他鸟类不要了的树洞 作为自己的窝 再铺一些昆虫残片 或其他软软的东西 每次下2到4个蛋 蛋是蛋黄色或蛋灰色的 上面有深色的斑点 孵化需要20天左右 小鸟出客后 再过30天就能飞出去了 除了红腿小笋 我国还有另外一种小笋属鸟类 它们是红腿小笋的亲戚 学名叫白腿小笋 但有个俗称叫做熊猫鸟 白腿小笋与红腿小笋一样 都是以小和萌而闻名 它们的体型与红腿小笋不相上下 但同样也是猛禽中的一员 白腿小笋通体都是蓝黑色 额头有一条细白色的线 两条白色的长眉和腹部连成一片 虽然与红腿小笋相比 缺少了一些亮丽的颜色 但却让它们看起来 像一只袖针版的大熊猫 它们有着长长的尾巴 上面布满了白色的小圆点 展翅的时候 看起来就像一把扇子 白腿小笋有着一对褐色的眼睛 嘴巴是暗石板蓝或者黑色 它与红腿小笋最大的区别 就是腿上的羽毛 白腿小笋也穿裤子 只不过是一条纯白色的羽统裤 白腿小笋相对于红腿小笋来说 有着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 它们喜欢齐膝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 落叶林和林园地区 特别是相对宽阔的草地或者河谷一带 偶尔它们也会出现在山脚的平原 或者是稻田 白腿小笋除了生活在我国的云贵一带 在梁广 福建 江西等地都有分布 在东南亚还有一部分东类 别看白腿小笋体型小 吃起比它更大的猎物可是毫不客气 它们经常站在枝头 敏锐地搜寻着身边的猎物 一旦发现青蛙或者小鸟石 便毫不留情发动攻击 它会先从枝头滑落 并迅速展开翅膀直击猎物 经过几秒的快速战斗后 猎物都只能死在它们的小爪子之下 当场吃不完的就打包带回家 留着下顿再继续享用 白腿小笋的家一般安在古树的树洞里 有网友就曾经看到过 吃饱喝足的白腿小笋 挺着肚子把骨头用嘴扔出家门口 还有人曾经记录过 白腿小笋竟然能与屠夫鸟 搏牢一脚高下 并成功将其捕杀吃掉 由此可见 看似人畜无害的白腿小笋 杀伤力有多强 白腿小笋凡之其与红腿小笋一样 也是在四到六眼间 作为伴侣来说 他们必然是最忠诚的 白腿小笋一般都是 终身一夫一妻制 共同抚育子女 共同维护家庭 雄性白腿小笋 一旦寻觅到自己心爱的伴侣 便会寻找一枚漂亮的树叶 咸在嘴上送给心仪的雌星 如果对方接受 就会接过树叶把玩 接下来两只鸟儿便会依偎在一起 互相缠绵 画面十分温馨 世界上最小的猛青和麻雀差不多大 虽然长得非常可爱 但其实它们真的很猛 说到猛青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老鹰 它们都是肉食性鸟类 主要以中小型的脊椎动物为食 有着强大的身体和敏锐的感官 可以在天空或森林里捕捉各种动物 它们的嘴巴都是弯刀形状的 脚上有四个尖尖的爪子 眼睛和耳朵都很灵敏 可以在远处或黑暗中发现和追踪猎物 发达的翅膀可以随意调节飞行速度 也可以利用锋利来结成体力 不管是红腿小笋还是白腿小笋 它们的身体构造都满足了这些特征 尖尖的嘴巴上面有着齿状突起 可以将猎物一击致命 一双锋利的爪子十分迅猛 虽然它们很小 但是它们非常勇敢和强悍 经常会攻击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猎物 比如田鼠 麻雀和一些个头小的爬行动物 都能被它们一爪毙命 虽然捕猎能力很强 不过小笋们并不挑食 什么蝴蝶 蜻蜓 蝗虫之类的昆虫 也是它们的盘中餐 胃口总是很好 红腿小笋和白腿小笋 对栖息地环境要求非常高 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动 都有可能影响到它的生存质量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农药的污染 给它们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威胁 再加上偷猎的行为一直都还存在 导致其数量越来越稀少 目前 红腿小笋和白腿小笋 都被列为世界宾威物种之一 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 只有重视对它们栖息地环境和食物来源的保护 并且加强法治监管和保护宣传 这些可爱的小猛亲 才能继续自由自在的生活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半五零 欢迎点赞 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站长谈米的最大动力